北市爆出特权施打疫苗的事件之后 柯市长在爆料立委高嘉宇替核心诊所 来跟市府说情说要要疫苗 卫生局长方事件还加码批评 根本得寸进尺 讲说得寸进尺讲的是谁 谁得寸进尺 比较像是高嘉宇 是可以用我的立委职务来做保证 说我跟核心诊所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 那从来也没有踏进去 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支持 那如果有都可以辞去我立委的职务 高嘉宇强硬回籍 单纯是因为保护孕妇跟新生儿 跟核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过去也不曾受过他们的支持 如果有私交愿意直接请辞 等于是读上立委职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另外可以看到高嘉宇戴的口罩 其实就是象征台美友谊的口罩 不过柯市长咨询时却说 美国赠台湾口罩是给小弟安家费 现在也引发疑论 你敢不敢谢美国 差不多而已 差不多而已 但人家至少有给 对不对 你给我还是感谢 但是我觉得我是当你小弟的 你好歹给点安家费是应该的 我觉得柯市长有时候讲话 就是有点你知道 就是 没有这个 比较没有人的感情在里面 柯市长好像不知道说 现在疫苗真的非常的需要任何一点 一滴的疫苗愿意帮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所有台湾人都是 都是会感激一辈子 每日有台大方的来捐赠疫苗 全台都很关注也很感谢 但柯市长一回殿堂上 安家费这席话 再度让批评炸国 我